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 园长你有跟对方说我是谁吗 他愿意请我去 对方当然知道了 不过他们说了没关系 知道流程肯干事就行 よし 园长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待的 那啥 我并没有期待 地址就在这个上面 你直接去就行了 这不是… L.O.社吗 L.O.社和Time娱乐是两大剧头公司 存在一定竞争关系 没想到SS23后发生了这么多事 鉴于之前的事情 公司在经过各方面考量之后 董事会对你做出了最终决定 血藏处理 我竟然有一天 还会重新回到这里 这个弥散着温馨又伤感的回忆 曾经小心翼翼开启我梦想之路的地方 不要多想了 倘苏你现在只是小助理 那么做好助理该做的事就好了 加油 大家好 我是新来的 卧槽 这不是SSR被血藏的前队长吗 什么鬼 他来我们这里干什么 不知道 前段时间不是还跟大神传个废文吗 之前据说 跟他们时代的老总也有一腿 好了好了 大家继续工作 以后 他就是我的专人特助了 喝吧 我记得英国伯爵茶 可是你以前最喜欢喝的 玉萌萌 你究竟想怎么样 怎么样 我可没想怎么样 你需要工作 而我这里正好有 不是吗 蠢被逃了吗 从热门偶像沦落成我的跟班助理 你大概很是不甘心吧 让我猜猜 你现在难道 很害怕有我公事 这么想也没错 以前队里还无存在感的小透明 突然摇身一变成主人 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想得开吧 玉萌萌 你不用试着激我 工作没有贫富贵贱之分 所以不管是做明星还是做助理 对我而言都没有区别 当初在SSR 我也从没有因为自己是队长 而对你和小谷看清过 那个时候 你曾经是我最重要的伙伴 就像你说的 我希望能够留在娱乐圈 所以我会接受这份工作 但很遗憾的是 我不会再受你摆布 总有一天 我会澄清之前那些子虚乌有的丑闻 再一次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 既然如此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卡卡卡 他说 你怎么搞的 我不是说了这一幕 要引到烟花飞舞的场景吗 你给我撒泡沫 可 可是玉小姐之前说 导演 我明明跟堂主理说的是樱花 还强调了几遍 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答错了 没事没事 萌萌不用担心 我们休息半个小时 再重来一次 搞什么 还真以为自己现在是个明星吗 连个打砸的小事都做不好 真是没用 大伞 我要你给我打伞 耳聋了吗 萌萌姐 可以开始拍下半场广告了 手要断了 苏苏 谁啊 小叶子 你说什么 唐苏跑去二欧社 给玉萌萌当 当助理 那天我去给艺人拿赞助服装的时候 正好碰到玉萌萌在拍外景广告 唐苏当时就在旁边 你要让她回来 说泰姆娱乐 会给她安排工作 说了 可她不愿意 那你让她来参加我们的练习生争卷菜 前十米内我就让她重新出道 也说了 但她说这次要完全靠自己的实力 哇 那你有没有问她现在住哪 之前有好心的歌迷提供了房子 她不想麻烦人家 所以就搬家了 我草 说好的心机构呢 等上爷都走到这一步了 她竟然还推散祖司 不过老板 你总算跟苏苏冰释前闲了 真是可喜可贺 善爷 谁跟她冰释前闲了 她好歹是我皇甫爵的钱保姆 现在混得太难看 不是丢我的人吗 了解了解 不过怎么说呢 苏苏现在变成郁萌萌的手下 生活可真是水深火热啊 为什么 苏苏 你有所不知 我在那边待了短短不到一个小时 那家伙难道不会反抗吗 这么逆来顺手被欺负 她是软柿子当上瘾了吗 老板 你很气哦 气 我气什么气 她惨不惨 关本上也什么事 我要去的话 我是狗 不是 玉萌萌拍戏的地方 是这里没错吧 娃娃 听说了嘛 今天临时赶了戏份 因为没有替身 萌萌姐姐就推荐她一个助理上了 你说的该不会是之前 因为丑闻被雪藏的女团队长吧 对对 就是她 那个女人以前可是跟萌萌姐一个团的 现在倒好 两人的身份反过来了 不过要我说她也是活该 谁叫她去勾引人家男朋友 我说 背后说长道短嚼舌根 有意思吗 他妈呀鬼 喂 跑什么跑 我话还没问完 不连车 奇怪 他怎么来了 奇怪 他怎么来了 对对对 对对对对不对 一辈子 第一人 他妈咒 Games 一辈子 二辈子 我现在不想 你 就 尤其是 指導